有个朋友问一提美国相关的问题 他是观众CCC 接下来星期三美国就会公布CPI数据 预测市场就去到8.7% 他就问你觉得通胀见顶了吗? 美股什么时候可以闹货 还有现在开始吵货又行不行? 别人走了13年 我也是这样说 别人走了13年的牛市 开始散碎了 你就开始来想吵货 这个你想想 我这样说的角度上 会不会令到你看看 第一方面觉得自己有点不理性 第二方面 这段时间很多大家常常估通胀见顶 老实说一句 以目前经济状况来说 通胀是很大机会见顶 油价可能分分钟100元这些位置 未必能够长期守得住 当然如果转过头 局势突然间紧张 普京无论拿出核弹出来 不是射 无论拿出核弹出来演习 之类之类 吓到市场很害怕 油价是可以抽成的 但这个是extreme example 我们猜不猜这些事件发生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 通胀见顶 但通胀见顶 能否等于经济指数要向上迷 因为通胀短期见顶的可能性 在增加 因为主要的原因 衰退的风险在增加 现在央行就是我们上次 在六月份的议息会议之后 讲的 现在基本上我们很肯定英雷银行 加拿大央行 美国联储局 基本上除了日本央行之外 绝大部分主要国家的央行 来未来采取的手段 都是以一个收税 加息缩表的货币政策 去令到控制通胀 如何控制通胀 就任由经济短时间内 有一个放活 甚至碎碎的状况 但不会出现一个大萧跳状况 但问题是他们觉得 不会出现大萧跳状况 通常整个加息周期会发生什么事 就是他们交到见顶 接着开始不做事 不会长期交下去 我们不预估联储局 要交到四厘五厘六厘楼上 现在市场股的利率 应该是在3.25至3.5厘位置见顶 但经济状况 历史发生什么事 因为利率上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开始脆弱 一个风吹草洞 盖起来的时候 就会出事 好像在上次加息周期 没有东西交到最后 无端端有个Govic-19的事件出来 在2000年科网爆破 突然间有科网爆破 将整个加息周期 突然间又要变回减息 但过程就会很痛苦 所以短线来说 突然间要去买美股上面 现在说经济衰退 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买股票 这件事是不是搞笑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不要用一个通胀见顶的讯号 来做入市保存 未来你这一刻 已经在想其他东西了 通胀是我们一年前说的 一年前可能做节目了 我们经常说通胀 要买东西 通胀会有滞涨情况出现 整个滞涨就出现了 现在是在滞涨阶段 去蔓延到经济衰退的状况 所以短线你想想就是说 经济衰退是否真的会出现 或者持续性有多长 暂时说是不乐观的 所以这些位置 美股上面 反而我觉得弹到这些位置 可以弹开胆床 S&P3,900这些位置有多抵博的 至多是200点左右 又走一个下跌 那就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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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 只是目标价看多少都猜不到 从来下跌上不是目标价 以往我们去年看淡恒指 也猜不到123这些位置见底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如果论方向上 仍然是向下的 除非有些迹象显示 整个衰退方向 所以未来想的就不只是通胀见底 你会看市场很多声音说通胀见底 这些通胀见底会代表联储局 那些货币政策未来如何 现在未来来说 在3.25至3.5左右这些位置 即利率的确是有机会见底 但去到那些位置会不会突然间有什么风吹吵动 比如局势进一步升温 估不到的 那些位置一出来的时候 市场就有机会有一个洪犯性抛售 所以我觉得暂时说美股 你可以看着VIX指数 要经历一量洪犯性抛售 才有比较大的机会见底